大家好,我是小姐 我是阿通 今天我們準備出發去內梁一天游 其實我們已經租車了 也拿了車 已經在開出發的途中 我們去到內梁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我們要去內梁的哪裡 好美啊 哇,沒有人的櫻花小報道 好美啊 其實現在已經過了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超累,超圓,超塞車 然後我們剛剛拍到停車場 是免費的 隔了這麼久 我們都沒有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要來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們今天要來的就是 內梁縣近郊的一個地方 叫做藤原宮跡 大家看看後面有一個湖 超大的湖 其實這裡最有名的看什麼 就是看花海 在這個春天的時候就會有250萬棵黃色的花 和櫻花伴主 就會形成一個花海 就會很漂亮,很震撼 但今天是星期六的關係 所以其實人都比較多 但其實我們還沒看到花海之前 就已經先看到很多很多櫻花了 超美啊 又是一個櫻花小報道 我們剛才其實開車過來的時候 沿途已經看到很多櫻花都開了 而且樹木也很漂亮 然後其實已經預約了好幾個地方 在我們剛才開車過來的時候 打算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一次再去 我已經看到那些花海了,寶寶 前面啊,看到嗎? 很漂亮啊 快點過來吧 超多黃色的花 超漂亮啊 你看看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花海 一來這麼大的花海 二來還要有櫻花的襯托 都不知道看哪樣才好 還要是我最喜歡的黃色花 超多啊 我們轉個彎 就已經到了這個 剛剛好又有櫻花 又有花海的地方 剛剛好可以兩樣都看完 其實大家來這裡 都是來這個位置拍照的 嗯 而且這裡也很大 很長時間 很漂亮啊 真的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黃色花花 很治愈啊 看到那些花在這裡 吹吹吹吹 很浪漫啊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特別多一家大小 或者帶寵物在這裡散步 還有拍照 還有人在野餐 但我們沒有帶食物來的 但真的很漂亮啊 你看看這裡多漂亮 真的超漂亮啊 很長啊 你看看 現在只是走了一半的花田 還有一大半的 我們走中心這裡啊 它是四個花飯的 還有現在已經算是它 應該是全開的樣子 加上這裡的櫻花 我都覺得是滿開的 其實真的很漂亮啊 這個圖畫 嗯 在粉紅色和黃色 然後中間的草地是綠色的 然後今天天氣超好天啊 我剛才上網有看過的 夏天和秋天都有其他花的 但是冬天就沒有 但是範圍就沒有春天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如果來這個地方的話 春天是比較適合的 加上如果撞正 三月尾四月這個時候 就可以看櫻花 我覺得這裡是很值得來的 如果大家喜歡打卡的話 哇 這裡一定可以打爆這張卡 真的很漂亮啊 很多人在野餐 或者坐在這裡 慢慢賞櫻賞花 但是呢 它就寫著說 不可以走進這些 這些花田的中間 嗯 不可以踩它 對 不可以踩它 我們走中間這裡 這裡是可以走的 這邊這些是 小一點的 是寶寶仔來的 那邊沒有那麼密 這邊很密 很茂盛的 我們來看到 對他們吃了 多漂亮 美人美景 美花朵 我們剛剛已經拍了一對照片 這裏真是超美 可惜今天人多了一點 可能平日都多人 始終都這麼漂亮 但星期六一定更多人 因為我們之前去了一個地方 那裏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參考這條影片 我們去了一個竹林 一個遊客都沒有的 那裏也是很漂亮 是的 這裏是另一個畫面 對 但這裏是另一個不同的美景 因為這裏顏色上的配搭完全是沒得輸 其實這畫面有點像那個Window 桌上的畫面 對呀 真的很漂亮 而且可以坐很久 其實很多人在野餐 放狗和小朋友玩 但我們今天什麼都沒有帶來 我今天沒有帶小朋友 不是呀沒有野餐 不是沒有帶小朋友 留在地上 沒有帶小朋友 貓 兩個貓 飽笑 其實這個地方雖然遠一點 但都是值得特地來的 嗯 很多人都是特地開車過來 對呀 我們剛才今天踩 不是踩貼 平常是踩單車 我們今天開車過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路都很塞 天空很漂亮 你看看 有三條狠的 每次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都會很想帶家人來看 但現在疫情又不可以出埠 又不可以去旅行 只能夠可能去一些漂亮的地方的時候 就Facetime他們 你們現在都可以 今天這裏超漂亮的 給你看一下 好好好 嘩 好漂亮喔 是花來的 對呀 是花海來的 全部都是呀 享用享用享用 好快就已經帶大家參觀完這個藤原公積的黃色花海 而且還要在櫻花的配襯之下 我們下一個景點 就會去內樑 正式看看現在的鹿的近況 還有看看櫻花的配襯之下 那鹿有多漂亮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都可以留意著我們下一條片 那我們這條片就是這樣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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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